字幕君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有一种职场上的霸凌呢 会串联别人来一起 尤其在医疗院所里面的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一个人没有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他不直接出手 他把别人当枪使 是啊 因为串联才有力量 自己 自己做其实力量不大 借刀杀人才自己没事 所以他其实会有个共犯结构 第一个叫主谋 第二个叫做打手 第三个叫跟班 什么叫主谋 主谋就是在这整件事情上 他如果把你弄走了 欺负你到死 他是得力最高的那个人 通常是主谋 跟他关接不一定一样 对 但是如果碍眼的人走了 他最得力 这个通常是主谋 那什么是打手呢 就是像美人姐刚刚讲的啦 其实很多事情自己动手 以后会反扑到自己 稍有职场经验的人 大概都知道 所以最好不是自己做 还叫别人去做 我告诉你这时候呢 像我们这种个性的人 就很容易变成打手 因为他才来跟我们委屈一下 然后就是被什么不公平有没有 其实来塞隆我们有没有 就说谁 正义感 就是这种人 就我们就冲了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 好 这是一种打手 容易被利用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就是 他自己的功利心可能很重 他很想争宠 所以他觉得说 我来帮我的老板 如果是从属关系的时候 我来帮我的老板去打击这个 他的眼中钉 那这种人他有个特色 如果是功利心这种 他其实人缘通常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他就很敢冲 然后第三种叫跟班 跟班通常是弱小的人 他是因为怕这个主谋者 加害于自己 所以呢在旁边唯唯诺诺的 可是说不定他们心里 有很多同情性 可是他不敢表现出来 所以像这种串联呢 我觉得被攻击的这个人 你一开始你真的要冷静的想一下 不要去弃那些跟班 因为那些跟班 他自己也是弱小的人 那你要搞清楚谁是主谋 谁是打手 那如果你要反击的时候 我建议啦 先去看看这个 打手他的弱点在哪里 因为打手 第一个他可能不具备主谋的实力 但是呢他又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去想 如果你要反击要从哪里开始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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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